在当今快速发展的商业环境中科技发展一日千里 年轻的创业者们想要寻求真正的创新变得越来越难 心怀梦想的年轻人该如何从零到一开始创业 或许我们能从这本书中找到答案 从零到一,这本书由PayPal的联合创始人、企业家、风险投资家Peter Thiel所写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Peter的创业哲学 在激烈的竞争下,企业如何能够真正的创新并创造独特的价值 从零到一的核心是区分两种类型的进步 垂直进步即从零到一和水平进步从一到n 垂直进步是关于开辟全新的领域 而水平进步则涉及拓展现有的想法和模型 例如中国等国家的全球化努力及借鉴或抄袭其他国家已有的技术和创新 物质出内似或者完全相同的产品 快速的从1到n可以被视为水平进步 而来自硅谷的技术创新 比如苹果的触摸屏电子产品 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内似的产品 所以乔布斯是实现了从零到一 实现了垂直跳跃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那些能够创造新事物的企业 从0走到1 而不是复制已经成功的模式 即从1走到n Peter在书中为我们介绍了 如何建立一个能够在未来持续盈利的公司的方法 为了成功 你需要建立并维护自己在某个行业中的垄断地位 等期视频我们先会探索 为什么垄断至关重要 然后我们将转向下一个问题 如何才能真正建立垄断 我们将了解如何定位自己 以创办一家从0到1类型的公司 最终我们将要解决的问题是 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在行业中的垄断 首先 为什么垄断如此关键 Peter认为 资本主义和竞争是对立的 因为资本主义是关于盈利 而竞争则消除了利润 相反垄断企业可以享受高额的利润 这为他们提供了投资于未来的奢侈品 Peter提出了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观点 那就是竞争无用论 他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避开竞争 他提出的观点如下 第一 竞争消耗资源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公司为了争夺市场份额 往往会投入大量的资源 包括时间 人力和资金 这些资源如果用于创新和研发 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回报 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前 手机市场 许多品牌在价格、功能、营销上 进行了激烈的竞争 导致利润域非常低 而且缺乏创新 而苹果通过独特的设计和创新 开启了智能触控屏幕手机的新时代 避开了直接竞争 从而获得了更高的利润 二 竞争导致同质化 为了迎合大众口味 竞争对手 往往会模仿市场上成功的产品或者服务 导致市场上的产品越来越相似 越来越缺乏创新 三 竞争限制长远视线 在竞争系列的环境中 公司往往会过于关注短期的销售和利润 而忽视长期的战略和创新 四 竞争导致风险增加 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 公司为了保持竞争力 可能会采取更加冒险的策略 这可能会导致失败的风险增加 比如在科技行业中 为了追赶竞争对手 一些公司可能会过早的发布未经充分测试的产品 导致产品存在缺陷或者安全问题 所以创业者们应该尽量寻找行业中的垄断 避开竞争 那么作为创业者 我们该如何创立垄断地位呢 首先我们必须审视自己 Peter认为成功并不是运气的问题 如果你认为你的未来取决于运气 那么你必须为任何事情做好准备 相反如果你认为你可以塑造自己的未来 那么你会更加专注于自己的下一步 如何建立垄断 第一 独特的技术 为了从零到一 公司必须提供独特的技术 这种技术至少要比现有的解决方案好十倍 这样的技术优势 可以为公司提供明显的竞争优势 并吸引大量用户 第二 选择小市场入手 开始的时候选择一个小而特定的市场 然后逐渐扩大 这样可以确保你在一个小市场中 迅速获得垄断地位 然后再扩大到更大的市场 第三 持续创新 即使你已经在市场上获得了垄断地位 也要不断创新 以保持领先地位 并防止竞争对手迎头赶上 第四 避免竞争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 真正的价值在于创造 而不是与他人竞争 因此寻找那些被忽视的机会 而不是进入已经饱和的市场 而避免竞争的关键在于发泄秘密 即将目光放在别人没有关注的地方 发掘出新的需求 Peter将秘密定义为那些大多数人 都不知道事实或者观点 但一旦被揭示 就会被公认为真实或者有价值的东西 对于创业者来说 发现并揭示秘密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为它可以为你提供独特的竞争优势和机会 为什么在当代社会中 人们不再寻找秘密 Peter认为 当代社会 鼓励人们接受已知的事实和观点 而不是挑战它 或者寻找新的观点 这种态度限制了人们的创新能力和对未知的探索 特德卡钦斯基是一个数学天才 他出生于1942年 他在早期就展现出了卓越的数学才能 他在16岁时就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数学 并在1967年从密歇根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 在完成博士学位后 特德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尼分校教授数学 尽管他在学术界有着很好的前景 但是他在1969年突然辞职 并决定隐居在蒙大拿州的偏远地区 在隐居期间 特德逐渐发展出了一套反技术和反工业化的哲学观点 他认为现代工业文明保持了人类的异化 自然环境的破坏和个人自由的丧失 特德认为人类之所以生活得十分压抑 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严重问题都已经被解决了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秘密都已经被发掘过了 留给人们去探索去发掘的 已经只剩下一些不重要或者很简单的问题 而解决这些剩下的问题实在是毫无成就感可言 就算是爱因斯坦生活在当代也会无计可施 最终一事无成 特德提出了一个极端的解决方案 那就是先摧毁一切 消除现存的科技 让人们重新开始发明创造 特德的想法和信念无疑是疯狂的 从1978年到1995年 特德进行了一系列的油气爆炸袭击 目标是那些与科技和工业化相关的人物 这些袭击导致了三人死亡 23人受伤 1995年特德向几家主流媒体发送了一份长达三万五千字的宣言 其中详细阐述了他的反技术观点 他威胁说除非这几家媒体发布他的宣言 否则他将继续进行恐怖袭击 最终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发布了这份宣言 1996年泰德在其生活的蒙大拿州被捕 话说回来 尽管Peter引用了泰德的观点 但是他并不同意他的方法和结论 Peter认为有更好的方法来处理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 创业者们仍有机会发掘秘密 在下一期的视频中 我将为大家介绍如何发现秘密 建立垄断地位 并且维护自己在行业中的垄断地位 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的话 请记得订阅并关注 谢谢我们下期再见